歡迎收看國情講情,繼續有鄭教授和我在 我們看完施政報告,覺得香港一鑊譜,唯有我們看遠一點 看看全球發生甚麼情況,在十月時間,有一件事打得很火熱 就是佔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這件事其實是源自於加拿大的一份雜誌 就是Adbusters,是一份反消費主義的雜誌,號召民眾在9月17日開始佔領華爾街 當時來說沒有甚麼人看好的,覺得這件事都應該無疾而終,死死地避 是呀,在華爾街走來走去,到10月1日發覺示威者不知香港學我們 還是我們學他們,走布魯克林橋,即不是在布魯克林橋的上面 在觀光地走去,打算操去布魯克林,之後警察報了陣,拘捕了七八個人 自此之後就很多人報了,同時間就因為這個工會,即是美國的各大工會 都加入Occupy Wall Street這個陣列,發覺聲勢突然之間很豪大 原本之前那一年,即是2009年或2010年的時間,這個茶黨運動 T Party這個運動其實很像熱的,這個右翼有少少民粹的運動 都令到那些人都覺得,哎真是奧巴馬不行了,應該死硬了 或者Sara Palin又或者Mid Romney羅姆尼,前華省州長應該都不行了 現在就真的一個鐘擺了,因為左翼又有少少雲水 這個運動就發光發熱,兼且在全國很強 一路去到三藩市,芝加哥,波士頓,一路蔓延 首先值得讚的就是,這一種對於目前貧富懸殊 對有錢人很慷慨,對窮人很不公道,這一種抗議活動 去到美國似乎很斯文,我們前幾個月見到歐洲很多大城市 也有少數族裔,或者失業的年輕人很憤怒 有很多示威、暴動、打爛東西 但這一次就說明大家是比較長期的,希望一路佔領華爾街 而且理論上大家都想是很斯文 沒有什麼對抗性 而且參與者,大家留意到教育水平比較高 通常都是讀完大學找不到工作做的那些 因為最近我們看到有些人去紐約最貴的住宅區 又說行事又威,擺明居馬 有些反對富裕的,有些仇富的心態 這裏有些階級的矛盾出來得很明顯 這個階級矛盾原至於美國政府 動用自己政府的資金 透過法債和提高美國政府的借貸上限 就是National Debt上限的司令去拯救銀行 但那些人又發覺原來我拯救你不是拯救過銀行 到最後原來銀行的高層管理層都是連身幾百萬美金 又可以繼續坐私人飛機有花紅 完全對他們生活沒有受影響 這件事才覺得令美國群眾十分憤怒 我自己給的稅就是要來津貼了他的連身 同時間亦都因為美國的國債接近上限 奧巴馬政府就迫不得已地需要進行滅尺 亦都減少了很多地方政府無論是教育 國民的福利這些額的撥款 所以其實就更加令到一群可能很需要政府救濟 或者暫時幫忙的人更加之辛苦 你所說的這兩大問題似乎是這次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關鍵 第一就是我們見到2008年89月開始 國際金融風暴的時候 大家都罵銀行說大企業這些銀行很貪心 於是出現這樣的危機 一時之間我們會見到很多嘲弄銀行家的笑話 西方社會以前有很多笑律師的笑話 這一兩年就笑銀行家的笑話 就比笑律師多了 銀行家當然很慘 有些人說我不拿薪水或今年拿一元 但是因為2008、2009很頑皮 但是因為量化寬鬆一、量化寬鬆二 有相當多金融機構出現反彈 即是股份、企業的盈利 2010這年似乎挺好景 於是就出現這種情況 於是有很多銀行的高層 又是因為銀行很景 於是他那一年 即是2010年的新金花紅 以至所謂stock option 即是紅股等等 都盤滿撥滿 在很多普通市民心目中 就說當初2008的時候 金融海嘯大家齊齊很慘 事實上是你很壞 搞得我們很慘 搞得我們雞毛鴨血 現在到2010年 很多小市民都未曾翻身 大家都看見統計數字 很多美國國民覺得這兩三年 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實質收入有所下降 失業率高企 突然看到這些銀行家 這些金融界的巨子 又是百萬千萬 如果連紅股 可能上億的都有 於是大家的心態自然 覺得真是很不公道 金融海嘯時是因為你壞 搞得大家那麼慘 當初似乎大家都慘慘 兩年之後 你又盤滿撥滿 而我繼續很慘 繼續失業 或者那間房子 因為給不到按揭 被人收了 或者是找不到工 被裁員 失業 這個當然會令到他們覺得很不滿 尤其是政府在公共財政的角色上 其實理論上應該做一個合理的財富再分配 但是現在擺明在美國裏面 這個再分配是失效 而失效的原因 除了因為體制之外 亦都是因為前朝的監管 亦都佛力 大家都知道其實所謂的監管機構 很多時候都是由一些大銀行 或者投資公司的高層跳過去做 亦都美國的政壇的一個弊病 就是在於太多大公司大機構的稅客 去不斷地要求放鬆監管的規模 其實到最後就越來越多這些所謂的黑洞 或者法律 就被這些金融大機構 以及這些金融巨子走來走去 變成經濟好 或者剛剛見有起色的時候 最受惠的都是他 都是他這個銀行界或者機構的人 下面的可能是基層普羅斯雲發中 其實都不是在金融界的復甦之下受惠的話 就真的不好 你剛才所說的第二個問題 現在又浮現出來 當2010年起碼有些金融機構反彈、盈利 但這幾個月像你剛才所說的 引指債務上限、國際上限到了 奧巴馬自然就要去國會 要求國會支持他 將法康國債的上限提升 要不然沒有錢就結束了 政府會癱瘓 提升國債上限 大家都知道都要做的 但因為奧巴馬的民主黨政府 沒有辦法在眾議院得到多數 一定程度上都是扭曲國會 上一次選舉 共和黨在國會 眾議院得到很多數 共和黨當然不賣賬 提高法債上限 於是大家很理性地 你都要滅赤 你不能不潔地借債 不潔地提高國債上限 你一定要有個所謂滅赤的方案 怎樣削減赤字 在這個滅赤方案上 普通市民、普通國民當然很不滿意 原來共和黨和這些有錢人說 不准加稅 於是滅赤 大家都知道兩件事 開完截留 開完就加稅 截留就減開支 有錢人說不要加稅 當然是大條道理 要調好營商環境 要幫助私營部門 要幫企業翻身 你不加稅 不加稅就只能夠截留 截留就是減開支 減政府開支 於是甚麼服務都減少 那些窮人自然立刻感受到那種威脅 譬如老人家的服務就沒有了 於是家裡有老人家就很不行 於是學校又請少了先生 警察消防員都減 有種種福利 特別是醫療保險 那些全部削減開支 於是窮人就會覺得 所謂滅赤也者 那個代價 就是有錢人不用付出的 原來又是我們窮人 付出我們滅赤的代價 你說要減少赤字嗎 那個代價 那個犧牲是誰承擔呢 原來大家見得到 又是窮人承擔 又要窮人犧牲 所以大家為何要佔領華爾街 究竟這個運動會不會成功 又或者我們解構一下 我們下一節回來 可以看看 其實這個華爾街運動 個小時背後究竟整個運作是怎樣的樣子 除了華爾街之外 除了整個美國之外 原來在很多全球的地方 香港又怎樣 香港都說要佔領中環 台灣又說佔領台北 究竟這個全球的 關乎金融正義的這個運動 究竟會不會成功呢 我們休息回來之後 可以再談一談談 回到國情講情的時間 上一次我們講到 美國的occupy wall street 佔領華爾街有多空洞 大家除了在新聞 很多時候就會看到 一些右翼的媒體 經常都說 這一班就是無政府主義者 一班失敗的人 很多時候共和黨 包括前麻省州長 米特羅姆尼 羅姆尼說 這班人不美人 亦都有很多 包括親共和黨 獨立候選人 米特布林伯 紐約市長 之前都說不支持他們 當然了 他轉了後風 很多主流媒體 都是看不好他們 亦都有一片 用很負面的態度去報道 甚至去攻擊他們 或者覺得他們很無知 這個是引起很多輿論 或者討論 但如果你真的 落場去 Wall Street看過的時候 就發覺其實這個運動 看似是沒有什麼組織 但是整個運動的 動力很強 兼有一個無形的網絡 出現 當然了 首先包括有人派 即有工會派免費食物 很重要 三分未動 糧草先行 香港中演還是很熱 你看電視畫面 你都見到紐約都開始涼 不是那麼容易站到 特別是入夜都很冷 但也有些工會 或者有人贊助睡袋 都暖睡袋 有煎 有睡袋 有熱湯 然後 無論是波斯頓也好 或者是紐約也好 都有個地方 一定是辟造類似大學講堂的東西 去得的 都不是一些很細粒的教授 就是紐約有紐約U NYU的經濟教授 亦都有這個 高倫比亞大學的經濟系教授 都會講一講一下 全球金融經濟崩潰 講一下哲學 很多這些很有養分的主題 包括哲學大使齊澤克 亦都去過Wall Street那裏發現 所以其實整個運動 除了真的去佔領華爾街的街道 去示威 講出這個訴求之餘 亦都其實是一個很強烈的群眾運動 亦都是群眾的教育 亦都有一些網絡性的組織 首先很多人會先天上覺得 我想香港人都是心痛感受的 就是說 你佔領華爾街 股市開不了 不能夠開盤 今次又不是大亂 我手上的股票都雞無鴨血 你還搞搞震 我豈不是很慘 本來你一般以為不但有錢人很害怕 甚至很多中產都害怕 或者有公開的人都害怕 你再搞搞震 經濟更壞 你很容易想到香港也是這樣 如果有人說我佔領港交所 開不了市 我想很多中產都很憤怒 不只是很有錢的人 但我們好像你剛才說 慢慢這些小眾都贏得同情 因為很多人真的覺得很不公道 大家其實問的就是 好了 你金融海嘯 也揭發到國債的問題 那誰去承擔這個責任 是不是要齊齊作犧牲呢 甚至我們見到他們的美國股神 畢菲達也出來說 有錢就要給多些稅 好像我一樣 我都覺得自己的稅給得太少 他老人家都出來這樣說 這些大家也看到 有錢人原來給了這麼少稅 有什麼犧牲也是我們窮人的 好了 現在大國債 其實在希臘都會看到這些問題 國債大家要犧牲 大家正在落肚皮 大家問誰正在落肚皮 原來你發覺正在落肚皮 那些老人家 那些老人福利現在要減 退休那些 進貼 退休福利又要減 這些人平時已經覺得窮 現在你又要他犧牲 自然你當然就開始進入選舉期 一進入選舉期 大家當然會說 究竟稅制 福利 大家最關心的醫療保險 甚至是學校 你是不是真的要請少些先生 大家會拿出來說 所以你會見到工會都開始加入 最初加入的工會當然是包括教師工會 以及運輸工人 因為他們都覺得關係到他 先生是比較首當其衝 教師都減少了不少 都炒油 因為不少班教學大班 你便請少些先生 因為州政府對學校的津貼減少了 我相信 你說佔領華爾街運動 有多少人參與 是否愈發愈大 我不敢說 但這一類的議題 潮著選舉 一定會有很多人說 有經濟困難 那個犧牲是怎樣分擔 是否有錢人都好 我們普通人 是否就是犧牲的對象 這個教育過程也很重要 其實在過去的幾十年也好 尤其是大卓爾和列根總統上台 就是大家走這個新自由主義的極致 大家好像開始忘記了另外一邊 可能這個凱因斯的學派的一堆言論 當然經濟友誼仍然在說 凱因斯那些不行的 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教育過程 就算是凱因斯不行 但不代表這種官商勾結的 是可以繼續存在的 因為這個凱因斯根本就不是自由主義 即不是自由經濟的一個政策 因為你大企業就當然說 喂 要維持好的營商環境 要減少企業的負擔 即是不要抽那麼多稅 要減少企業的稅付 等它先翻身 大家都接受的 你要先翻身 那是不是你翻身之後 就陷入其他的代價給人付出 所以見到整個歐洲都是 例如希臘大家都見到 整天都罷工就是這樣 那你說要希臘要減國債 大家又是說開源折留 折留是誰 哪個人受損最多 哪些人作出犧牲 自然社會的分化真的很嚴重 但這個討論 我自己覺得 其實在香港相對之有比較少 當然大家都覺得經濟所謂好 也不是說差得太差 相對於可能沙士 2008年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是很差 但大家都意識到貧富懸殊 是有意之增加 也看到這些香港特色的金融霸權 就是看到企業那種擴張的程度 還有賺錢的程度就越來越高 當然當中的手法也值得商議 當然有人說好有人說不行 當然不良營商手法 或者壟斷性的手法繼續存在 最重要的是連官府也跟他們玩一份 大家記得兩年前曾淫權政府 將利得瑞瑞率再減1% 說要跟新加坡繼續鬥低 好了到最後其實你收少稅 政府又有20%的公共開支緊沽咒 到最後都是一些需要政府幫助的人受苦 但香港真的很少這個環境討論 可能香港的中產各個持股票 或者每個人有投資 所以其實不避免這些 事實上你猜15、6號 那些年輕人能夠有些甚麼行動呢 我想最多都是在港交所門口 沒有的 兩星期六星期又有個好處 不會影響港交所正常運作 是的 唯有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會走出來 始終這個討論 或者大家年輕人又或者這個城市 都充斥著那種 為何做不到李嘉誠 這種心態 那種僥倖 覺得自己努力 透過自己自身的努力 和社會給的機會 可以繼續流動 我不需要做這件事 大家是看不到構成的不公平的出現 那你事實上大家是見得到 那個上向社會流動的機會 是真的越來越少 令到很多年輕人覺得憤怒 再加上有個特首候選人唐英年 又走出來警告你們 不要佼佼鎮威 又撤毀人亡 基本上真是 即使中國大陸都好 他都知道你貧富懸殊 政府要走出來 搞好那個社會保障網 現在我們的社會保障網 的確未能夠建立 新加坡模式未必是香港人喜歡 但亦希望大家要探索一下 新加坡模式是否我們想要的 如果我們不要新加坡模式 我們又希望有一個怎樣的模式 例如剛才去到最基本的 當絕大部分的年輕人買不到樓 他們的房屋問題如何解決呢 政府對於公屋居屋的承擔去到哪裏 大家如果存錢存得不多 醫療、退休保障 究竟是政府要承擔蓋 我們交多些稅 我們自己供 還是不理的 自己顧自己 這一類的問題 我們一直都沒有討論 亦都在社會上討論得少 或者中產也好 整個社會氣氛都不鼓勵去討論這些 不過我相信隨著這個運動的教育進行 就算香港不討論也好 其實在多南亞四小龍 其實四小龍除了新加坡之外 今個禮拜尾三個都會搞的 包括佔領首爾和台北 反而這兩個城市對於這個討論特別大 尤其是他們之前經歷過這個金融風暴 那種的 那個經歷是很深的 對於年輕人來說 太過辣肚皮 到現在經濟好 到最後原來受惠的都不是自己 其實其他的亞洲三小龍 軍庫程度比香港很多 大家都知道 新加坡的軍庫程度 甚至台灣的軍庫程度 以至南韓的軍庫程度 都比香港很多 你都知道 香港已經是成為全世界大城市中 貧富最懸殊的地方 所以我們看看 究竟這個星期 美的香港的行動 會不會喚起各位年輕人 甚至香港社會去探討 或者繼續注意這個問題 今集國情講成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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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